全球車廠競爭激烈 中國極起直追 甚至幾下以汽車業自豪的德國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近日指出 2022年中國汽車出口量大幅增長54.4% 達到了311.1萬輛的高峰 這個數據超越了德國的265萬輛 並成為全球第二大汽車出口國 與位居第一的日本只有不到10萬輛的差距 協會也進一步透露 2022年中國汽車出口量前三名的中國車廠 分別為上海汽車 奇瑞汽車 以及特斯拉中國廠 其中又以上海汽車旗下的MG最為熱賣 上海汽車在收購英國經典跑車品牌MG後 銷量節節攀升 並在最近三年 纏連了中國品牌海外銷售冠軍 我們在全球十幾個國家 都能夠排進當地汽車消費市場 單一品牌的前十年 這樣的表現不僅僅源於我們 比較強的綜合產品實力的表現 也是因為我們品牌不斷革新 不斷創立了創新精神 在上海建立超級工廠的特斯拉 獲得了中國2022年出口量的第三名 特斯拉今年1月在中國祭出大降價的策略奏效 讓特斯拉中國廠的接單量突飛猛進 雖然特斯拉中國廠銷量有所突破 但靠著20多人的小規模 白手起家的中國企業比亞迪汽車 在2022年以186萬輛的銷量 超越特斯拉的131萬輛 搶下了全球新能源車霸主的榮耀 2022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的銷量 將近190萬輛 穩居全球第一 打造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中國王牌 而中國媒體認為比亞迪的 一體化戰略是銷量飆升的關鍵 比亞迪在競爭激烈的汽車市場中 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發展路徑 從上游成立礦產公司到中游的電池 電機電控以及半導體系統 直到下游的汽車製造 比亞迪將生產環節一條翁包攬 因此不易受到疫情反覆 供應鏈擾動等問題而停工或是產量下滑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 這個生產模式不但成本高昂 也不夠靈活 一旦銷量出現下滑跡象 各產線就會遭遇重大衝擊 如今遇上特斯拉推出低價車款的新策略 外界預估比亞迪今年的銷量增幅 必定會較為緩慢 駕成功 使用內容增幅